大家好。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。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。我们频道中的故事均源于真实故事改编。部分故事中的人物可能会使用化名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那么就订阅我们吧。接下来就正式开始今天的故事。江南某省的省会。时间是1955年。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。 新中国建国才6年。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了。沿海群岛的国军早已撤退。国军军舰偶尔在海域骚扰。省内局势总体还是平稳的。镇压反革命运动。全省杀了不少阶级敌人。尤其是以前的黑社会分子。地痞流氓。乡间恶霸基本都被杀掉了。市面上案件也少了很多。 所以当天下午5点多。张家6岁小孙女小娇还没有回家。家里也没有多想。张家就在住在全国著名景点附近。不远的老房子里。市本市普通市民。 50年代和今天不同。人口只有5亿。所以即便是著名景点附近。当年还有大批的坟堆和荒地、荒山。人口没有那么密集。当时人民生活艰难。 全家人要从早到晚的忙碌。家中孩子很多。又没有幼儿园一说。只能由孩子自己出门玩耍。一般要到天黑才能回来。小娇是个很乖的孩子。平时很喜欢同小伙伴们一起玩捉迷藏。 捉蝴蝶这种游戏。当天中午吃完饭睡了一会午觉。小娇就和邻居小朋友一起出去了。家里奶奶叮嘱她不要跑远。 玩一会就回来。小娇随口答应。到了5点多。在外摆摊卖菜的张家小两口。挑着单回来。 发现女儿不在。她们也没有在意。小孩子贪玩。估计要吃饭前才会回来。六点天黑了。小娇仍然不见踪影。张家儿媳妇开始着急了。去邻居家找女儿回来吃饭。没想到。邻家小姑娘正坐着吃饭。小姑娘很惊讶地问小娇她还没回来吗?她们出门玩了一会。 后来小娇说要去爬到凤凰山捉蝴蝶。她和小红觉得爬山太累了。就先回来了。小娇自己一个人去的。张家儿媳妇顿时心慌了。会不会遇到拐子了?于是张家人也顾不上吃饭。全家四五口人都去周边。尤其是凤凰山上寻找。全家一直找到深夜。并没有看到任何孩子的踪影。 第二天一早。张家也顾不上摆摊。全家又继续去找。还发动了邻居们帮忙。几十人找了所有小娇常去的地方。仍然毫无收获。小娇就此失踪。张家在中午去派出所报警。 当时孩子走势事件也比较常见。一般是迷路。也有可能被车撞了或者落水而死了。接到报警以后。民警立即查了一下。全市并没有发现有女童出了车祸。或者溺水而死的案件。 会不会迷路了?张家认为不可能。小娇从小就在凤凰山玩耍。对山路非常熟悉。绝对不会迷路。毫无线索。 民警怀疑小娇是被拐子拐走了。小娇长得漂亮可爱。 而本省农村还有一些漏习。就是无儿无女的人家。往往会从拐子那里购买孩子。用来养老。不过这也有些问题。拐子一般是拐男孩子。乡下人认为男孩才是自家人。女孩是赔钱货。将来要嫁人的。而且拐子一般是拐两三岁的小孩子。 还不怎么记事。小娇已经六岁多了。早就认识自己的父母。知道家庭住址。拐这么大的孩子。不符合常理。显然非常奇怪。即便如此。到处也没有发现小娇。只能暂时作为走势儿童案件处理。张家保持一线希望。宁可相信小娇是被人拐卖了。 只希望买小娇的人家。能够对她好一点。不要打骂。女儿失踪后。张家儿媳妇天天以泪洗面。希望聪明的女儿能够设法逃回来。而张家奶奶陷入极大的自责中。认为自己没有照顾好孙女。 也是整天哭哭啼啼啼。老年人本来就是风竹残年。哪里经得住这种悲伤。几个月后。老太太就重病卧床。很快去世前。断气钱。老太太握住儿子儿媳的手。流着眼泪说对不起他们。没有照顾好小娇。 他那天要是不让小娇出去玩。就不会走失了。将来要是找到小娇。一定要来坟上告诉他一声。不然他死不瞑目。失去了女儿。张家泉家陷入极大的痛苦中。他们不知道的是。当地警方更为惊恐。 小娇失踪后一年内。凤凰山附近又连续有三个女童失踪。两人是五六岁年龄。另一个已经有十一岁。一年的时间。凤凰山附近失踪了四个女童。显然不是什么走势案。本来警方认为可能是拐子拐卖儿童。从十一岁女孩失踪开始。民警就意识到不是这么回事。十一岁女孩已经很大了。 严格来说已经是少女。不可能有买家。愿意买这么大的孩子作为女儿。如果是拐卖妇女。十一岁女孩又太小。不可能买回去做媳妇。新中国不存在同样习一说。以上推论都是不成立的。于是警方怀疑。这可能是恶性杀人案件。开始在凤凰山上搜索。但凤凰山说大不大。 说小真的一点也不小。有一万个地方可以葬人。找来找去。四个失踪女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。案件陷入僵局。小娇失踪后大概一年半。 一个外地来本市工作的法官老颜。误打误撞地发现了一件大事。老颜已经五十岁。是老军人出身。这次公派出差到本市。趁着周日放假来湖边玩一玩。老颜是福建人。 不会说普通话。同当地人很难沟通。趴出言问路。当地人不太能够听懂。没人指点。加上人生的不熟。老颜乱走上了凤凰山。 在福建山民看来。一百多米的凤凰山哪里算是山。而这里山清水秀。也颇为值得爬一爬。光顾着看景色。走着走着就没路了。老颜只能在树林中行走。走了二个小时。老颜发现似乎迷路了。又不愿意原路返回。 就咬牙继续往前钻树林。这里有几处山坳。树林非常密集。有很多小溪流过。地上都是淤泥。搞不好连膝盖都陷进去。看来。这里平时不要说人。就连狗也是不来的。就在老颜奋力行走的时候。突然听到不远处。有一声沉闷的叫声。非常凄惨。老颜是法官。 之前曾经监督过多起行刑。看多很多枪壁的场面。很有经验。他觉得。这个叫声很像被堵住嘴的死刑犯。 中枪时发出的垂死叫喊。正常人无论如何模仿。是绝对不会发出这种声音的。出于职业敏感。老颜急忙朝着叫喊的地方走去。钻入另一片更密集的小树林。 看到老颜走近。不远处一个身影迅速站起来。转身就跑。老颜认为这个人可能有问题。大喊什么人。随后追了过去。这个人似乎对这里非常熟悉。 借助树木的掩护。几分钟内就跑得没了影子。老颜不知道对方跑到哪里去了。只得返回现场。 却大吃一惊。一个年仅五六岁的女童倒在一棵树下。全身被捆绑起来。她的衣服都被扒掉。下体血肉模糊。显然是遭到了奸污。这还不算。女童颈部有一处致命伤。 似乎是什么力气割出来的。动脉已经断了。鲜血喷射出来。看来。歹徒是刚刚下手杀人。前后还不到十分钟。这种伤势是无法救的。人已经死了。被歹徒的兽型刺激。老颜极为气愤和震惊。 一时间竟然手足无措。过了十多分钟时间。老颜才稳住心神。出于职业习惯。他在附近搜索了一下。看看歹徒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。果然。一把带血的剃刀丢在地上。看来歹徒本来将剃刀放在地上。看到有人来了只顾逃走。慌乱中才丢下的。让老颜震惊万分的是。 趴在几十米外。又发现了一具女童的尸体。被石块和树叶覆盖起来。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。老颜急忙离开树林。花费一个多小时走到公路上。搭车去当地派出所报警。很快大批民警赶到现场。现场惨不忍睹。一共发现了五具尸体。除了刚刚被杀死的女童外。其余四人至少死了几个月。 其中两具已经基本白骨化。两具也已经腐败。他们都是被人包光衣服以后。用绳索捆绑起来被监污。最后被剃刀割井杀害。他们的衣服就扔在附近。民警很快发现了一年多前。失踪的小娇衣服。看来。小娇失踪当天就已经遇害。 最可怕的是。现场不仅仅是死了五个人这么简单。歹徒刚刚杀完人。老颜就追了过来。他没有来得及处理现场。民警发现。这个女童被人折磨过。 鼻子上还被插入了一枚长长的缝衣针。竟然深入脑内。可见歹徒手段极为凶残狠毒。到了惊人的地步。更可怕的是。在另外两具没有完全腐败的尸体上。 民警发现有部分人体组织不见了。分别是腹部、腿部、阴部的肉。会不会是什么野生动物撕咬的?当然不是。这明显是用剃刀切割的痕迹。奸杀五名女童还毁坏尸体。民警们也都被惊呆了。新中国建立才几年。公安建立时间也不长。谁看过这种匪夷所思的恶性案件?经过核实。 这五人都是这一年半内失踪的女童。听到女儿已经被杀。小娇的母亲当场晕死过去。父亲也气不成声。谁这么狠毒?对这么个小女孩下毒手。专案组迅速组建起来。开始对案件的侦破。根据老颜回忆。虽没有看清楚。对方应该是个青年或者中年男人。很瘦。身高中等。 穿着普通。跑步很快。似乎对附近很熟悉。 而民警们也认可这个观点。这里是凤凰山少有的偏僻地方。由于树林中有很多小溪经过。这里淤泥很多。人稍有不慎就会齐息陷入。 所以平时没有人会来这里。当年搜山也没有搜过这里。而歹徒则巧妙地走了一条。没有什么淤泥的路。到了小树林深处。从容作案。他知道这里不会有人。杀人以后。尸体就丢在这里。 只是用树枝什么的略加掩盖而已。显然歹徒即使不是附近居民。也是曾经长期在附近居住的人。根据民警调查。 这五个女孩。都是在凤凰山附近玩耍时。突然失踪的。其中一个女孩失踪前。曾有人看到她和一个成年男人说话。那么。高度可能是他们被这个男人。诱骗到这片小树林。被虐待后杀害。谁都知道。女童身上不会有什么钱。不可能劫财。女童都被奸杀。 手段还非常残忍。民警们认为是劫色或者暴富。那么。是不是暴富杀人呢?民警们对五个受害家庭的社会关系。进行了详细的调查。只有四个受害家庭居住在凤凰山附近。其中只有两家是本地人。另外两家则是外来户。一家外来户。仅仅搬来一年左右。在本地几乎不认识什么人。 这家在本市别说仇人。就连说过话的邻居都没几个。就算都是本地的住户。而小焦和另外一家本地人根本素不相识。一个是卖菜的。一个是送煤工。 没有任何社会交往。至于那个失踪的11岁女孩。压根就不住在附近。临时从乡下来跟着父亲买东西的。这家人在本市市区没有任何社会关系。 当然也不会有仇人。反复分析。这五家人并没有共同的社会关系。当然也没有共同的仇人。看来。报复杀人可能性不大。很有可能是劫色杀人。 当时的民警。对变态杀人案还不太了解。无法理解歹徒。为什么选择这么小的女孩子作案。确实。本市以美女如云而闻名全国。满街都是漂亮女孩。 就算劫色。歹徒也完全可以选择成年女性。为什么作案这么怪呢?对案件的性质不能确定。案件陷入僵局。虽然对案件进行保密。但天下没有透风的墙。这事很快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。官方越掩盖消息。民间谣传就越夸张。说是什么6636个女童被害了。 还有谣言说一共有72人。是36对同男同女。最夸张的是。说一个小学班级的女生。都集体被害了。本市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。一时间周边集省也都有了谣言。 鉴于案件性质过于恶劣。社会影响太大。尤其是歹徒很可能再次作案。本省公安人员无法迅速破案。只能向公安部求援。公安部立即派出几个专家。对该案件进行剖析。 协助当地警方破案。此时中诉关系极为密切。苏联一些刑侦专家正在中国。帮助中国同志建立现代化刑侦体系。有一个苏联的著名刑侦专家尤里。 正在给中国刑警骨干们上培训课程。案子很严重。中国方面也请年近六旬的尤里。参加了会议。尤里了解了一些情况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。这个案件是匪夷所思的。并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。歹徒单纯只是变态。 捡杀女童即可。为什么要割走人肉?难不成他会吃人?吃人的案件。全世界不能说没有。但他做了快四十年警察。整个苏联和原来的沙额。只发生过两起。其中一个人是精神病。杀死了自己的姐姐。又吃了他的肉。此人后来死在疯人院。吃下了一把剪刀。另外一个人是和同伴。 被困在西伯利亚荒原。没有食物。眼见要一起饿死。才杀死了朋友吃了肉。他辩解是自己不杀同伴。就有可能被对方杀掉吃肉。就先下手为强了。而我们国家这个歹徒。显然是正常人。 他做事不算高明。但也有条理。有计划。有准备。遇到突发事件还能迅速逃走。不像是有精神病。刑警老张通过翻译询问尤里同志。 他的分析是什么。歹徒是什么人。有理说他认为。这是一起。恶意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秩序的事件。对方是训练有素的特务。可能是美国或者台湾派遣而来。他们潜入我们的腹地城市。 在人口密集的市区。故意做一些极其残忍恶劣。让普通人听了就发抖的案件。来破坏我们的社会秩序。我们应该知道民众恐慌起来。是很可怕的。会导致全面的混乱。他们苏联时期有过这种事情。 在内战结束初期。白军派了不少匪徒。分为二三人的小组。潜入他们的大城市的人口密集区。公开的杀人放火兼淫妇女。有时候就在市中心作案。目的就是制造恐怖。让人民对他们失去信心。动摇他们的政权。尤里说的似乎很有道理。受到大部分与会者的支持。 有理提出。必须立即派遣情报专家赶赴该省。打击敌特的情报站和潜伏单位。只有严格按照反间谍的模式去做。才能彻底杜绝这系列案件。不过。刑警老张却对这个观点。持反对态度。老张也是老军人出身。曾经长期参加剿匪工作。在湘西的匪区。 他见识过土匪奸杀良家妇女。甚至割乳割因吃人肉。喝人血甚至包人皮做马鞍。他认为。 这种案件未必是什么特务。带着政治意图的破坏。有可能就是一个残酷无比的家伙干的。 既然土匪只是单纯为了发泄授欲。做出这种残酷的事情。不能排除也有同样的半兽人存在。 真的要进行特攻破坏。做系列案件。也应该在中国各大城市都派人。分头去做。 奸杀后。歹徒应该将尸体公开丢在某地。让所有人看到。以扩大影响。为什么只在区区一个城市去做。还将尸体巧妙地隐藏起来。这不符合逻辑。 自然。有理的观念也不能完全排除。但似乎不太可能。刑警老张的这番话。改变了大部分与会者的观点。由此。案件还是按照刑事案件来侦破。事实证明。如果不是老张的坦率之言。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。这边。老张亲自来到本市。对案件细节进行分析。 走访了作案现场。老张发现歹徒留下一个重要的东西。就是凶器剃刀。这把剃刀还是名牌剃刀。是购自上海的高档货。值好几块大洋。这么贵的剃刀。普通家庭不会购买。都是专业理发店才会买。本市已经全面的公有化。理发店大多由政府管理。传统的剃头挑子已经不存在了。 剃刀的靶子比较新。推测是摔坏以后更换过。应该不难找到主人。刑警老张带着剃刀。挨家挨户走访理发店。 优先围绕凤凤凰山附近。没多久。一家小理发店的老板。认出了自己的剃刀。说这刀是他的。他用了七八年了。之前托人花了三块大洋。从上海买的。后来把子叠断了。他又花了一块大洋去修好。 这刀是他吃饭的工具。一年多前。被不知道什么缺得人偷走。这家伙几乎是明着偷。当天客人很多。他忙着给人剪头发。一转眼就发现放在棒边的剃刀没有了。 他这个剃刀。除了给人理发以外。根本没有其他用处。这刀很锋利的。稍微不慎就会刮伤皮肉。普通人哪里敢用。他就认为是哪个同行的恶作剧。故意恶心他。毁他生意。后来一想。当时店里前后来过七八个人。没有一个是同行。看来还是这些人偷的。 刑警老张问这七八个人都是什么人。老板说有一二个是熟人。其他都是附近的住户。都来过几次。他们具体是谁自己也说不上。他就是一个理发店。也不能查人家户口。不过他这个店在胡同里。也就住在附近的住户才会来。由此。刑警老张只能确定歹徒可能住在附近。 加上歹徒对于凤凰山附近很熟悉。似乎是长期在这里居住的人。歹徒在一年半内间杀了五个女孩。只有一个路人远远地看过他。说明这个人比较谨慎。并不容易对付。 另外。凶案采集到现场留下的几个脚印。证明歹徒大概一米七左右。很瘦。应该只有不到一百斤。穿的鞋子是普通的布鞋。歹徒的生活档次应该也不高。 剃刀把上。发现了一个还算完整的指纹。那个年代还很落后。刑侦技术不发达。线索只有这么多。显然。这距离破案还有十万八千里。万般无奈下。刑警老张只能使用笨办法了。 既然歹徒一直选择在凤凰山作案。说明他对于这里很熟悉。敢于在这里杀人。那么。警方只能守株带兔。派出大量男女民警化妆成游客。附近居民。捉小鸟,抓昆虫的。在凤凰山一带布空。尤其是靠近理发店这一侧山地。需要重点布空。究竟能不能抓住歹徒。 谁也心里没有底。如果歹徒聪明一些。上次遇险后就立即更换地方作案。民警们的布空也就是白费力气了。一般来说。歹徒没有这么傻。就算还在凤凰山作案。他至少要等上一年半载。等风声过去。但是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总比民警们什么都不做要好。 民警们调动几十人穿着便衣。不断在凤凰山巡逻。大概过了半个月。一个伪装成游客的女民警。突然发现了一场。 在人际罕见的后山山脚巡逻的时候。他发现前面几百米外有一个男人。行为举止很奇怪。这家伙正在拽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。向山上一处树林走去。 而这个小女孩拼命抵抗。反复挣扎。不愿意跟着走。男人见圈说无效。一把抱起女孩就走。女孩大声叫救命。男人急忙去捂他的嘴。 又抽了他几个耳光。小女孩没有被打傻。仍然不断大叫救命。直到嘴巴完全被捂住。女民警大惊。认为这个男人很可能就是歹徒。 情况紧急。女民警等不及呼唤其他同事。简单的用布话机汇报了一下。说明了地点。随后立即追了上去。当时天已经逐步黑了。等到女民警赶到这里的时候。两人已经不知去向。同样是七岁女儿妈妈的女民警交集万分。 像疯了一样在附近跑来跑去。全力试图找出女孩。就在女民警就要绝望的时候。突然听到附近又传来一声救命声。这个声音只持续了一秒钟。似乎刚喊就被人堵住了嘴。也足够了。女民警根据声音的方向狂奔。冲入一片树林。此时这个男人果然已经将女童衣服扒光。捆绑了起来。 拿出一根长针。正要朝着她的鼻子上刺去。女民警拔出手枪对准男人。立声和她举起手来。不然开枪了。这个男人就像掉了魂。一下子瘫倒在地。被戴上了手铐。女民警迅速解开了女童身上的绳索。死里逃生的女童。一把抱住女民警放声大哭要妈妈。 十分钟内。几个男民警冲了过来。将歹徒压下山去。其间周边的居民听说抓到了这个恶魔。 纷纷赶来。一瞬间就来了数百人。大家群情激愤。害人家小孩子。要活刮了这个牲口。这么歹毒。比虎狼都狠。这么小的孩子都能下得去毒手。 真的还是人。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大家打死他。群众们一用而上。对准这个男人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几个民警好不容易将群众们隔开。这个男人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了。此时。这个男人反而哀求民警快把他带走。不然自己要被他们打死。 民警一边拦着群众。一边冷冷地对他说。要不是穿着这身警服。自己也要把他活活打死。歹徒归暗了。还救下了一个女童。经过这个审讯。这个变态杀人狂叫做行人中。33岁。附近某县的乡下人。结婚多年。有两个儿子。他两年前来本市做泥瓦匠。在工地工作。 从一年半前。也就是1955年开始。行人中采用欺骗的方式。上山看一种漂亮的小鸟。他知道哪里有兔子。女孩子爸爸是他朋友。让他带女孩去见爸爸之类的谎言。先后将在凤凰山附近玩耍的六名女童。骗上山。其中五人最大的不过11岁。最小的只有五岁。这些可怜的孩子。 被行人中捆绑后。将鼻子上扎入一根长针。然后先尖后杀。再割掉人肉带回家使用。凶器是从理发店偷来的一把剃刀。行人中的工地就在附近。曾经距离过发。 最后在对第六个女孩下手时。行人中被女民警生擒。经过和剃刀采集的指纹比对。证明行人中就是杀人凶手。 刑警老张感到疑惑的是。行人中同这六名女童素不相识。无冤无仇。为什么要这么做?行人中的解释说。他从小就患有鼻痘炎。成年以后格外严重。已经到了严重影响生活的地步。 平时他长期比赛。呼吸不畅。头昏、疲倦。最近几年又出现白天的持续头疼。他曾经多次去县城看病。没有效果。两年前他来到省城做泥马匠。多次去大医院看病。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物。吃了以后略有缓检。但用处不大。一个专家坦率地告诉他。有的人得了这种病。 就是治不好的。他可能就是这种人。行人中长期为疾病困扰。非常痛苦。曾经一次上吊。一次跳河。都被家人或者工友救下。就在准备第三次自杀时。行人中自称遇到一个江湖郎中。给了他一些中药。吃了这些中药以后。行人中感觉症状有所好转。江湖郎中告诉他。 这种病没法根治。只有偏方才能治好。在行人中反复追问下。郎中说如果他是古代的皇帝。才有本事治好。就是要吃九个童女的肉。还要采阴补羊。行人中详细问了具体的方法。江湖郎中同他乱说了一通。 说什么要用钢针扎入鼻子上。吃了才有效。这只是郎中信口开河的胡咧咧。然而一字不识的文盲行人中。 却坚信不疑。他认为这样下去横竖也是要自杀。不如搏一搏。于是他每次工作休息的时候。就在工地附近的凤凰山乱转。寻找独自行走的女童下手。这些女童年龄又小。 很容易就被行人中欺骗。乖乖地进入树林后。被他残害后杀死。在杀死第五个女童时。被出差的法官老颜发现。行人中杖卓对这里地形熟悉。飞奔逃走。随后他也听说这是曝光了。感到非常害怕。根据郎中的说法。要凑齐九个人才行。他只成功了四个。所以行人中明知道有什么。 有危险。也决定顶峰作案。没想到。在诱骗最后一个女童时。他并不受骗。反而试图逃走。行人中只能强行劫持他。将他拖入预定的树林里。期间。无论行人中恐吓、殴打、毒嘴。这个女孩始终大喊救命。大声呼救。行人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女童。一时间竟然没有办法。 又不能现在就将他掐死。双方纠缠期间。这种奇怪的行为和喊声。被女民警发现。由此抓住了行人中。那么。行人中说的这番话是不是真的?对不起。 没有人能够证实。连江湖狼中是否存在也不知道。无论警察怎么问。行人中始终是同一套说辞。 这种说法过于匪备所思。民警们一度认为行人中是精神病患者。然而。在本市精神病专家对行人中的鉴定后。大家一致认为此人没有精神病。行人中的智力比普通人略低。 原因不明。但他的思维清晰。做事有逻辑性。并没有精神病。专家们倾向于。行人中说的故事可能是真实的。只是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相信。 而行人中因智力较低。加上是文盲又生性残忍。竟然相信了这种说法。他为了治疗折磨自己多年的顽固疾病。竟然连续奸杀女童。甚至吃人肉。证据却凿。 刑人中当然被判处死刑。被捕三个月后。刑人中被公审。游街市众后。执行了枪决。这个案件中唯一幸存的女童。实际上是以自己的聪明和顽强自救成功。她成年后成为中学老师。儿子是刘美的博士。退休后。她去了儿子在美国的家。现在已经七十岁高龄了。只是。 儿时的这段可怕遭遇。恐怕老人到死也不会忘记。好了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我是主播老黄瓜。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。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